吉祥 你要去哪儿 奴才到门口去盈盈万岁爷 看看他老人家来了没有 吉祥 你爹还活着吗 我爹 没了 没了也好 没了也好 太子爷 奴才我 太子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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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拦我 太子爷 你可千万别 太子爷 太子爷 你听我说 你千金之躯 你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呀 万岁爷跟您父子情深呢 您想想 把您关了十天半个月 过两天万岁爷消枪 您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您想这么 就随随便便寻了短见 奴才包您肯定会后悔的 你说什么 奴才说你要寻了短见肯定会后悔的 谁说我要寻短见了 太子爷 您这是吓唬奴才来着 太子爷 您可真会玩 您可真会玩 我看您这么高 还是快点下来了 万一摔着 那可不得了 奴才的胆都给您吓破了 我不下去 你上来 太子爷 您一个人在上等就够悬的了 奴才是真怕您伤着呀 啰嗦什么 我让你上来你就上来 上来 太子爷 我知道您心里懂的话 万岁爷就您这么一个皇子 就算他老人家再气 将来这天下 还不得传给您呢 再说了 把脖子伸进去 太子爷 您忙活了半天 原来是给奴才准备的呀 您瞧瞧我这猪脑子 笨到这份上 死的 真是一点都不冤 谁骗我 谁就死 奴才骗了太子爷 奴才该死 那太子爷 您就赶紧下去吧 我下去干嘛 我还怕你个死鬼吗 太子爷自然不怕死鬼 是死鬼啊 是死鬼啊 怕太子爷您摔着啊 想得周到 你可不下去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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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刘姐 什么宝贝 咱们应该天亮再找不行吗 我怕被雨水冲走了 那就糟了 你们东厂到底去干什么的 为什么很多人听到就好像就被水咬了一口 不过我看 你这个人倒不太坏吗 终于找到它了 什么东西啊 快给我看看 师父看了会笑话 师父不会笑话你的 快点拿来 你拼了命 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找这个 这里面一定藏着一份龙公的情意 说出来给我听听 师哥 除了睡了吧 对呀 他一粘到枕头上就打起憨来了 他一定是累坏了 你没有跑山坡边去了吧 师哥 你怎么知道的 第一次掉下山坡去 是因为黑夜什么都看不见 不小心 第二次 再掉下山坡去 是因为大白天找东西 他放着冬场的木牌这么重要的东西 不管 可见这东西对来来说一定是非同小可 他从下午到黄昏 就忙着哄着我小师妹开心 可他终究放心不下 不找到这个东西 怎么可能一粘到枕头就打憨呢 另外 看你这个全身张兮兮的样 一切不就明白如画了吗 师哥 那你知道他要找的 是见什么东西吗 等师哥修炼成仙 就知道了 是一个果盒 长得呢也没什么特别的 可是我问他果盒的故事 他却扭捏着不肯说 我猜想 这八成是他的什么情人 留给他的定情信物 他一个太监哪来什么情人 两汉以来 这宫里多有对时的记载 这些结成对时的宦官和宫女 难道不是男女情人吗 不管怎么说 这个东长太监 倒有他看重情谊的一面 师妹说得不错 是师哥的眼界窄了 师哥 你说这太监和常人有什么分别 为什么你们那么瞧不起他 那太监自幼硬寻寻地被人弄成残疾 没法生于后代 所以性情多半阴沉苛独 好险天下人都对不起他 原来是这样啊 他们这些人可怜 他们的父母兄弟可恨 师哥 其实太监的事情 我在书里也读到不少 可是我觉得 刘瑾跟书里说得不一样 他哪里有遗臣刻读了 那是他哄你开心 自然不会对你轻面了哑 你要知道这些人 他对皇上太后 可是能哄得团团转啊 师哥 我看刘瑾 哄忠厚老师的一面 你笑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师妹 你认为你那个忠厚老师的徒儿 现在在干什么 睡觉啊 师妹 咱们来玩个小游戏好不好 输了到被试三百 好 赵先知 你要是再不下针 我可要睡了啊 别吵 我要在子午交割之急 在人的阴阳气脉交汇之处下针 当有异象出现 就我这样子还不够异象了 嫁谁啊都不该嫁郎中 你想嫁谁啊 那个刘瑾成吗 刘瑾不敢 刘瑾不敢 赵先生 你们大厅里挂的那副 哦 圣代遗弦 圣代遗弦 那是什么意思啊 我估计是说皇上的眼神不好 心胸狭窄 容不得赵先生这样的贤才 我说的对不对 请赵先生指教 人不得赵先生 有他的心 也会让他来 哥 黄中 梦先生 他要杀了 宗伟大人 不是你说的这个意思 这圣代 说的是皇上的英人 朝政的亲民 至于宜闲呢 是我们这些穷酸人自嘲的 原来是这样 那就麻烦赵先生把这四个字写下来 我回去给刑部的官员看看 看他们的解释跟赵先生说的一样不一样 刑部 众位大人 我这一写不就成了共状了吗 你说我 赵先生胆子大 您怕什么呀 不过这四个字比起您刚才的大逆不道来 还真不算什么 我刚才说什么了呀 我刚才一提到皇上 你就往自己心口上扎针 我只听说过往木头人身上扎针 我还没听说过往自己心口上扎针来诅咒皇上的 您是第一辈 赵先生 你胆子也太大 众位大人 别别别别 我求求你饶了我吧 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干 您是我的恩人 我怎么能害你呢 有什么话好好说起来吧 众位大人 您借我一家幸运 我李当贵是跟您说话的 王阳明是皇上想要的人 你要将功赎罪 刘锦 师父怎么知道我来向赵大夫道谢的 三更半夜的你倒什么谢呀 师父 师父 弟子背着你干了一些坏事 量你也干不出什么好事来 你自己说吧 这里面马上 你也可以给你编替 训比飞 contents 买湖 什么呀 我可以想要 我可以找你 你曾经 我可以对我的身材 你心态 你背双 师父输得一干二净 不来受罚吗 是我这个 做弟子的不争气 连累了师父 弟子愿意带师父受罚 不过 弟子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杨明先生 忠位也是这么 跟赵新知开的场吗 什么事都瞒不过先生 请教先生 你们总叫我忠位 这是个什么官 我在京城这么多年 从来没听说过 唐朝是德宗年间开始 由德式的宦官 来掌管神策军 神策军的长官 就叫做神策军中尉 著名的有仇士良 于朝恩等人 他们大权在望 经常可以左右 皇帝的身世费力 另外 神策军就是 皇帝的禁军 原来太监也能干成 这么大的事 先生 能不能讲给我听听 总为一定心里 很炫我这些人的座位吧 不不不 我是要引以为戒 好好做人 先生误会了 总为还是想听故事 可你是个有师父的人 只说你是来受罚的 你师父一定被你哄得很开心吧 我求先生别再叫我中尉了 我也不是 只要先生不赶我走 怎么罚 我都认 我不会赶你走的 因为你现在绝不会走 先生真是天下第一明白人 和先生这样的人说话 痛快 我罚你别在走街窜巷的 在赛人峰挖我的墙角 你能做到吧 先生 一句话就道出了刘锦的极限 刘锦佩服 我答应你 好 中文还有事吗 我有个秘密想告诉先生 既然是秘密 我就不听了吧 先生还是听听吧 算我求先生 不不 大凡秘密听之前好奇 听了后悔 听多了惹 中文还是把这个秘密 留在自己肚子里烂得好 皇上 大见了 中文这个秘密果然吓人 太子不见了 你没跟着吗 派人找啊 你们东厂不是有的是办法 何况还有满朝的大臣呢 皇上虽然病重 但是太子不到 他死活不肯召见大臣 人在病危 想法难免偏激 就在这时候 一位亲王殿下 未经宣兆 独自闯进了皇上的寝宫 而皇后娘娘今年 还不满二十岁 这么紧张的时刻 终于跑到我圣任风来干人吧 我来做什么 先生清楚得很 总会不说 杨明怎么知道 太子失踪和先生有关 怪事 太子失踪的时候 正和先生比赛打鼓 地点就在偏僻的新封义 你拿过去的事来唬我 居然还说得这么 有身有私吧 事情是过去的 危机却是现在 这是皇帝的家务事 我一个穷乡僻养的书生 一我不想听 二听呢也是白听 杨明先生 刘锦不过是太子家的一个老奴 先生能耐着性子 听老奴把话说完 老奴确实感激不尽 可是太子的事情 就是天下的事情 这 宗伟的眼圈黑了 先生烦我 是不太子的 刘锦告辞 你在山坡上掉的那个东西 是诸公子的吗 他在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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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一框子 小小帮我 中尉大人 下官有上他的公文在 中尉大人您请看 那你就在这儿挖 你就在我脚底下挖 你现在就挖 你挖 中尉大人 下官就没有手下人 在周围屋里之外开挖 绝不再踏进什么地方办不 这个下官也好有个交代 是 是 是 那下官告辞了 告辞 告辞 看见人师毕生的梦想 就要在我手中 变得残破不堪 所以我心里悲痛 压抑到了极点 师哥 六斤总是要走的 等他走了以后 我们还和从今一样 师父带我们到这儿来隐居 表达的就是一种远离是非公寓的 气节和自觉 可现在摆在我面前的 确立恩师的境界 简直就是云泥之别 我没有想到我们如此高贵的心 竟然会被一个太监外加一块小木牌 就这么轻易打得粉碎 本来是给师哥打岔的 哪知道反而引得师哥难过了 我真笨 师妹 你不说师哥 心胸快如大海吗 师哥答应你 在师哥有生之年 一定要带你去看看真正的大海 真的吗 师哥是在真正好你 只是不知道你是真的开心 马耀明 马耀明 你在这儿啊 乔首证那个狗关 把咱们的水路给断了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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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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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华王求见 安华王穿着什么服务啊 这个奴才给我 明王这个地方记得是大有学问啊 回去我也让他们照着你这个样子给我盖一件 当初盖这间密室的人都配过毒死了 安华王想照样再来一件 恐怕一时很难找到这么好的工匠了 您王远虑啊 当初我盖这间密室 为的就是等王爷你来共商国家大计 这间房子里的每一句话都关乎天下一兆百姓的生死祸福 至于几个工匠的性命我也只能舍弃 宁王熊才大略小王地处宁下偏僻之地 见识浅漆漏 也只有养世的份啊 皇上育体不好 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皇上千秋万岁之后谁来继承大同 皇太子武道天下共治 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候 我已经在皇后陛下面前举荐了你安华王继承皇位 皇后没有意义 小王终之偏远 怎能和宁王相比 小王只求 国家择贤而立 何况到了那一步也由不得你安 若是真有那一天 小王愿同宁王分享天下 我是一切以社稷为重 王爷可别往歪出响了 宁王主持大局 小王摇旗呐喊的本事 遗养海公的曲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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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要做噩梦了吗 别出声 这没做梦 我好像听见有脚步声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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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外面走动 回万岁爷 娘娘已经下了严令 娘娘已经下了严令 请宫外面走动 外头示威人都在二三十丈以外巡逻走动 这寝宫里边就只有奴才们了 皇上 他们绝对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的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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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这段时间 你在朕的身边 是不是觉得很可怕 没 没有啊 朕 自登基以来 每一天过的都是为天下担忧的日子 公事 饮食 一切的一切 从不敢超越组织半部 对白官 对百姓 又唯恐不够宽厚人和 朕每当做了正确的决断 也绝不敢洋洋自得 因为自得会使人懈怠 每当有了过失 更是每天每夜痛悔不已 皇帝 皇帝 做到这个份上 朕 问心无愧 皇上 天大的事情 明天在想吗 不得自己这么说 是对自己这么问 皇帝啊 你不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 可你为什么忍不住自己的猜忌之心呢 是什么让你的手段变得如此的狠了 你能搞不住真吗 皇上 皇上 其实太子本性挺善良的 我累了 一aldo 词 都害怕了 都害怕了 等他明先生来了 他 船没有好的舵手 就是由一百个上等的船夫操制 船终究灰尘的 这舵现在还在皇上手里 只要皇上多多爱惜自己 我踏明这条船 还会驶得很远很远的 爱惜自己 爱惜自己 皇上夜太深了 朕却有点经守不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快点走 快点走啊 站住 你们这正干什么 赵贤知 你捣什么鬼呀 江上筹 这明摆着圣人风待不下去了 你总盯着我干嘛 王阳明已经找到水源了 大家只要再忍耐几天 等到井水一出 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江上筹 官府是看中了我们圣人风的银矿 断水只是一个警告而已啊 我们要是不知趣的话 厉害的后招就会源源不断地落在我们头上的 更何况 我们的一言一心都有一个东场的太监监视着 我们怎么活 圣人风是不能和朝廷对抗的 你知道吗 我们走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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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走 这 这 王阳明 你快说句话呀 今天我们大家不为名利所动来到圣人风 难得相聚一场 少得三年五年 多得已经十几二十年了 在这些日日夜夜里 我们患难与共 情通骨肉 今天大家一走 明天就是天涯疏瀑 再也没有相见组 大家难道连句道别的话 都不舍得留给我王阳明吗 我圣人风不是两山坡 大家也不是占山为王的草寇 只要是上了就下不来 我们是一群志同道豪的读书人 大家来时自愿 去时自变 各位 王阳明今天以茶代酒 愿各位路上平安 闲暇之时 能够想想我们相聚的情 祝福 就这一下子了 赵先生 赵先生 你先不要走 我有话要说 我以前说的都不是实话 中尉 我不是中尉 这块木牌是我偷的 赵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想逼杨明先生出山 所以我就编出谎话来骗赵先生 我想弄得圣人风人人自危 我就有机会下手了 中尉大人 就这么突然良心发现了 是